这又是这个 What's that? 希希可拉 为什么这个王成瑞 他特别喜欢跟这个希希可拉王 好 希希可拉 出门攻速键 小鞋 三法师 双射手 三代二 可以 这边是双法师 双法师 双战士 加一个射手 问题不大 散牌 好 不急 看这边怎么打 就已经掉线了 然后重新回归了 我们看他带着双王之技能 三个治疗 一手挤走 一个闪现 闪现晕到 二级压一级 直接交闪了 这个吹 吓到我们的这个小打几了 问题不大 还能不能打 鲁班在下路 疯狂压制 上路怎么说 一手机走 先晕到 打到脸上 一技能 射了两个 一键双射 二技能 站在原地不动 原地不动 A两下 两个人对着 刚起来了 谁敢跑 这一键射歪了 有点可惜 在最关键的这一刹那 安琪拉还是选择动了一波 但是这一键 有没有想法 打不打 给了个一技能 扫了一波 二技能点了一下 这一波 有没有想法 一技能 但是被吹到了 晕到了 鱼姬有没有 接一技能 然后治疗 干得漂亮 中路怎么说 没有打起来 鸡勤也岁月 在家里挂了好久的鸡 鲁班很开心 直接下路 还带掉了 没有人管这个鲁班 这人打野 打得好像很慢 他出了什么 狂暴 狂暴亚瑟 上路还是围观上路 上路比较激烈 还在相互抹血 开启了二技能 并没有人打他 这一键是没有 点他脸上 还能玩吗 好 医学赢诞生了 终于回过到正常的2v2了 小鲁班 稀稀可拉 出了素机之枪 一手裸素机之枪 学到了没 激情色域 二一技能连招 那小多 贴了两刹 二技能 没有打到 打到了后 给了一刀 往回拉 直接一手治疗 把整个人 乱回了健康的状态 稀奇可拉 开启大招 反手一刀 这边一技能砸 并没有想着跑 二技能打到 最后一枪 稀奇可拉 稀奇可拉 好 我们看亚瑟贴着墙 面壁思过 用脸去摩擦墙壁 来增加自己的 这种加速度 是吧 这一刹那 脸贴着墙 居然走掉了 解说失误了 这个解说根本就不会解除了 好 二技能打到了 但这一手一技能藏在身体里 没有打出去 怎么玩 给了个大招 劝晕到 两个人一起烫 直接秒掉 直接要烫死了 这这亚瑟应该翱翔了 但是希奇可拉 那小多是怎么半血了 站在这里回程 他以为别人看不到 格了个墙 假的吧 格了个墙 你怎么看得到的 这人开挂了吧 好 希奇可拉 是收掉了一个攻本 马上面对两个人 希奇可拉摩擦墙壁 走了一发 二技能减速 这一下还差一口气 点三下 小手位 一枪把这个亚瑟给秒了 这里还有个长血 看一下激情岁月 有没有产现 他没有产现 应该是带了一个治疗 应该是打不了了 上路打几 有人蹲着潮 里没人管他 二技能 散了一波花 给了个大招 打到这个来 Muff 攻门落地 二天一流 反向两刀 亚瑟给一刀 这兄弟就来砍我 敌人杰吃了三刀 倒下了 反手过去 打几 给了个二技能 直接交闪现 没事 看来 对方四个人抱团中路 杀气实在太重 这种喜欢先交闪现 是没有问题的 希奇卡拉 要扭转战局了吗 直接给了个辣招 一波技能 全部扫出去了 这边 那小多是怎么想的 好 跟这个蓝Buff 在希奇上路呢 上路开几手 到处晃 咯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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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做 那小多 在挑战蓝Buff 这个蓝Buff 他应该能拿到 是吧 因为工本 工本 工本的蓝已经空了 估计他这一刻 拿到这个蓝 好 所以让我做了 这个蓝Buff 在这里 我让我做了 这次是 对方的蓝Buff 你也可以去做 这么多的事 对方的蓝Buff 也不是 对方蓝Buff 不在意 这次是 为什么 这边 把我 你 不在意 你 你们 人 好 功本尝到了蓝buff的前头 又来过来挑战红buff 摩擦了一两下墙壁 这时候怎么想 陷入了迷思剧情 给了个二技能 反手一技能 这个红buff面无表情 花里胡哨的 这一场呢 我感觉红buff突然压力很大 带着蓝buff 给一刀砍一下 后面没有后续 感觉他在挑战这个剧情 怪物二技能穿墙穿过去了 反手过去一刀 一刀一刀 这个仇恨并没有脱 我们看一下纳小多 给了个一技能打空了 现在不急 好 一手小走位 这个仇恨没脱掉了 那现在这个红buff 应该是走位成功的 夺掉了弓本的击杀 现在回 是吧 这个红buff给了一口治疗 他这两个人一技能 又到了这个墙外 在这个坑里面生死决斗 给了个二技能 加了一波护盾 反手过去 左巴掌右巴掌 拉一手 弓门一技能 挡掉他一波伤害 现在红buff由他来走位了 那最后 是两边是激战了300个回合 也没有出人头 问题不大 我们再看看 正面团战 凌宝的小声法 第五号 缓战 第二道 是 再次 终于 双握 再次 做出 你的 实际 用 在这 上 一个 表格 上 让我看到了我自己 我感觉我很帅 现在那小多顶着半学 往这边看 给了个大招 哎呀可惜 大招的时候被小小的大招给刷死了 亚瑟在追 畸形岁月二技能 天女上花给一套 微凉 吹起两个 有没有想法 那小多 随便 二天一流是不是准备好了 亚瑟双重大招 你看到没双重大招 二天一流 天脸上 二天一流 打尸体 过去 哎 那小多给了个大招 然后拉开走位 哎 回头吃了个二技能 反手 一技能 有没有一套 给了一套 哎 但是这个伤害 可惜是不够的呀 我现在就开始 中路 蓝色方 中路二塔 应该就是掉了 比分是来到了8比9 经济并没有拉开态度的差距 看一下这边 这个歇虎 一技能没有刷兵 去把这边的三个 三个家庭成员 扰乱了一下 西西可拉 我们很久没有关注他了 他的装备 现在是出了末世 加 加鞋子 马上要补一手电刀 这边 激情野岁月 这里 直接给大招 刷兵线 撕两下 正面遭遇 二技能吹起 亚瑟 是不是要开技能了 二技能一技能 给大招 插一下 亚瑟 鸽鸽鸽鸽鸽 这边 激情醉越反手 大招 A了两下 把这个打 哎呀 两边就正常的互换了 那这里要狂暴亚瑟 开启了 狂暴开启了 二技能 有没有一技能 左右抖动式 是不是 旁边的炮车 打了两下 他就不想打这个射手 他就非要打这个炮车 这很正常 是吧 你经常会玩着 玩着方向键 往拉 然后按普通攻击 他就不追人 他就打那个小炮车 好 这里又开始了 我们看一下 娜小多 又要在这里单刷 红buff 那这一边 经过上一次交战的 交战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娜小多 应该打这个红buff 问题不是很大了 看一看怎么玩 二技能 A一下 A一下 小走位A一下 再A一下 左A 来回走位 一技能A 反向走位 A 哎呀 终于收掉 问题不大 好 二技能 互吹 互吹完后 双方又不交战了 我们看一下 还是 这个公本 是不是要过来了 公本这一手 二天一流 是不是走起来 一技能 砍了一刀 二天一流 落地 直接跑 很果断 你看这个小声位 直接走掉了 一个打 一个这个小强的吹风 反手一技能 骗到了自己 没骗到对面 对面的一技能 直接砸到头 像死掉了 希西可拉 这边 安西拉志 见面又直接大招 直接支 我发现 我平时的解说 有问题啊 好像带坏了 很多小朋友 怎么见面大招 连招 居然是直接支 站着不动 一技能 打了一套 结果这边打几 二一一三 直接秒掉 亚瑟开大招 给了一套 二技能追着砍 希西可拉 这一波 还是倒下了 激情碎烈 在旁边挂机 反手 面壁思过 他没有面壁 他是干嘛 这一手站着不动 应该是又倒下了吧 这亚瑟拿到了装碳 我很难得 上路 上路一直打得很激烈 这个塔只剩一滴血 但没有人能打 我们看这边的打几 是很常过的出装 是吧 高速位移鞋 面具加帽子 这边的是 冷却缩减鞋 面具加帽子 这两边我又露头了 不急 还在追 那这一手没吹到 给了个大招 反手过去是跑走了 大招又支 在这一手没吹到 料理 这一手没吹到 不急 东西 被发展插 轻 c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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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